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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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我是Jay 我是Mini 我們今天又跟大家講一個Summer 每個人都非常著重的 topic 就是減肥了 其實這個是女生一年四季都這麼著重的 topic 這個是我每天 每玩 每早 都在想的東西 說著很容易 做著很難 我們現在都穿了這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是運動裝 運動裝 我們今天就會和大家追溯一下 怎樣才可以 很厲害的減肥 說真的 每個人都有很多 我經常都很想吃 麥當勞的Pancake 我經常都很想吃薯條 我經常都很想吃 很健康的東西 但我們今天就找一些 alternatives 給大家了 有沒有試過一個Pancake 吃完之後 不會有罪咎感 有沒有試過 吃一個 很美的東西 是沒有罪咎感 對了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去片看看 美女廚房 吃了再說 地獄廚神 我現在開始煮了 天使廚神 我們今天會做一個 焦蛋Pancake 我們會先切開頭 然後切開 就可以拆開皮 出來 然後我們就 這些巡礼 批一批 刀飯不錯 然後 我就開始切小焦 小焦 我也是頭皮切的 總之切了一點 讓它混合的時候 那個機器不會混合到 變得很傻 就切了頭 免得會有些很苦的 想到黑色在這裡 然後我們切完香蕉之後 就可以把它放進一個 混合器 如果你們家裡有的就最好 然後就打蛋 打兩隻蛋下去 鋪珠 一隻香蕉就加兩隻蛋 先把它放入 現在把它放進去 先把它放進去 先把蝦蕉油 先把它放進去 先把它放進去 不要放太多 不然就太難反了 然後把它放進去 將它變得很熟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等它煎 待會放上碟 這裡就是完成了 可能不是很美 但很好吃 你喜歡可以自己加水果 或者覺得不夠甜就可以加蜜糖 喜歡吃香蕉的朋友也很喜歡吃 第一樣的材料是牛油果 可以加快麥芝麻 我個人覺得非常好吃 裡面的肌肉也是健康的脂肪 你需要一個蛋 先把焗爐預熱 放5分鐘 現在把牛油果切一半 最好找一個熟的牛油果 比較容易切 因為硬的都是非常難切的 中間切開一半 一扭兩下 就可以打開 因為很多人都很困難 你只要想這個核果 怎麼會這樣 其實你把刀戒上去 然後轉 那個核就可以這樣出來了 這是一個迷你面廚的提示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 在這個阿華卡路上面 那裡 筆走一點 這樣就可以把蛋放進去 同樣 在另外那個也切了一個洞 你畫好它就可以了 那現在就拿一隻蛋 那Jay家的蛋 就是一些非常健康的 有機蛋 所以很小顆 那我現在呢 把它打出來 先 看你自己喜歡怎樣吃 那我個人喜歡 它還有一個蛋黃 首先你把蛋黃 把蛋黃塗進去 然後放進去 剛才你刮的洞 如果它還未滿 就可以加多些蛋白 加多些蛋白 然後就可以把阿華卡路放進去 烤箱裡 完成了 就是這樣 那你喜歡 你可以加點鹽 或者胡椒 在上面調味 這樣就會更好吃 因為剛才另外那個 我已經忍不住吃了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只給了這個 你看 我們現在等不及 我們要吃完這顆 那現在有試吃大會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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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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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冠了 剛剛講完關於飲食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馬上想試一下 是啊 其實我平時家很喜歡自己煮東西吃 所以這次已經是 right up my alley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煮東西吃的影片 也可以留言 大家留言 我們儘量做多一點 嗯 其實也有很多有趣的方法 可以幫你減肥的時候帶來的壓力 或者可以令你更有衝擊 或者幫助你的效果 其實市面上也有很多這類型的產品 我們經常抱著這個 寧可順其有不可順其無 是不是對嗎 是啊 的一個心態 就是這樣就可以試一些產品 雖然你不知道它是不是100%有效 但是你用它的時候 你自己也有多點衝勁去做運動 或者自己也覺得 啊 它正在工作的 這樣 是啊 那這次我們就會 我們會一直配合一些瘦身貼 一直我們就會教大家一些 在家裡 在床 在床上都可以做的 有一個地板 你也可以做到一些work out 是訓練你的肚子 還有你的腳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手的話 可以看回我們之前的那個 下日常餐的那個video 這樣就可以看回了 那這次就跟大家說一下這個 方法就是用這個瘦身貼 再配合這個動作 好啦 那大家看看我們這次選用的瘦身貼 其實我覺得你們自己可以選擇 你們自己喜歡的一個瘦身貼 那我們所選擇的就是這個 市面上都有很多很多品牌 那這次我們用這個就是 日邦的Labo Slim瘦身便利貼 那它的樣子就是這樣 那它這個裡面呢 它就是說有一些成分 可以令到你有飽肚一點的感覺 那這個成分呢 就是巴西瓜那蠟 那其實呢 我也聽過巴西瓜那蠟 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可以降低你的食慾 還有令到你維持飽肚的感覺 我之前有試過另外一些瘦身的gel 它們都會有這個成分 就可以令到你減少calorie的吸收 減少熱量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它裡面還有一個加納子的睡袋 這個加納子的睡袋 它就聲稱它就可以令到那些 炭水化下不容易吸收 就是你最喜歡吃那些carbs 那些包啊麵啊 那些就可以減少它的吸收 這樣 哎呀 那就不需要節食得那麼辛苦了 其實我們兩個都不建議 那些人減肥是節食 就是建議我們剛剛的方法 可以花多時間煮一些好吃的健康的食物 如果煮得漂亮的話 其實你自己的食物的心情都很好 我也覺得其實有很多 有其他好一點的選擇 而不是節食 因為我知道我也試過節食質很辛苦 還要反彈的時候都很快煮的 那當初我們都是以四個禮拜來做試用期 方式這盒東西 那其實四個禮拜裡面 其實它就說應該會看到效用的 那我自己也覺得是 食量是開始減低了 然後之後呢 就是你三餐開始會吃得均勻一點 那個食量是差不多的 這樣 跟正常人一樣 因為我以前是吃四、五餐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刑廚 但我真的在感覺上你會覺得 其實我不餓 我覺得在做運動方面幫到很多 我覺得如果持續貼下去 反正都是貼的 我也會繼續貼下去 我也覺得這個是 而且它不是真的很臭的 它還沒熱到會辣腳 我覺得我黏了這個我不餓了 現在這樣 只要一天吃三餐 吃完那三餐 而且因為我保持著 都是貼在肚子的位置 所以我真的感覺到 是有賣褲 就是穿褲子的時候 有鬆到一點點 暫時很少很少 感覺上你黏東西好像沒有黏東西 不會說是貼貼的 隨便吧 黏著它會不會幫到呢 這樣我們之後就會讓大家看看 我們貼著這個貼貼 然後做一些日常的 床上的 exercise 床上的 exercise 如果你們的 exercise 其實如果你天天保持著做 是真的很簡單很簡單的 瘦下來 睡之前可以做一下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做這個瘦子味 我都希望可以做這個瘦子味 每天一貼 因為我選擇黏在大腿 所以我把它剪開一半 每邊黏一個 鋪著 那即使用短褲呢 黏在裡面之後呢 都可以遮住它 一 這個呢 就是收腹的 一 二 三 對了 收起來然後 然後呢 將你那個 脂肪的位置 摺著它 如果一些高階的 就可以不把大腿摺到牆上 第二個動作呢 那時候用鋪鋪來幫幫手 那如果家裡有一些大小的鋪鋪 就可以把它夾在兩個腳中間 那就可以夾在膝蓋 就沒有問題的了 那你的手呢 就按著床 那我們就可以慢慢提升了 那整個動作呢 整個動作都是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大概做15下 然後呢 然後呢 慢慢地托起了整個人之後呢 因為它他床很軟 如果床硬一點 會好一點 然後呢 慢慢抬起腳 慢慢地拿上去 做20下左右就可以了 繼續做吧 然後呢 拿起腳 然後呢 慢慢地托起 然後就可以做剪刀腳 這個我現在也有學 剛剛那些動作都是非常簡單 在家裏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 希望可以幫到你們減肥一把 為什麼我們在床上做呢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你不要這樣睡在地板上 很容易傷到腰骨 如果你有Yoga Mat 就最好在Yoga Mat上做 但如果你想睡前在床上做也可以 但我們也不是 如果你真的想不要把自己的力量都放在床上 那你還是在地板上放過Yoga Mat 我們剛剛那些都是懶人的方法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可以參考一下 希望你們會like我們這個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次的分享 喜歡的話就記得按讚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們 按讚 如果你們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個Facebook page 可以到中國社會介紹 CHALEM 我來的 Instagram 就是CHALEM 我來幹甚麼 Hatsiki Bye by bwd6